今天早上一从串串钩过来之后呢 就在地里干活了 刚才那寒景过来了 他从镇上买了包子 然后我们去吃点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导袋都给捋完 你看这有导袋 这块是多余出来的袋子 小鸡月导通到后边 裙袋呢就像这样立下来 但是就是每一行有多出来的这个袋子 所以小鸡都要扛着挪到像这种地方 像这个的话就不够 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然后来回倒腾一下 他们在前面摆小鸡在那倒腾 我呢就在这扶袋 你看像这种 这是被风给刮倒的 我要给它扶扶 刚吃了个包子 继续来干活了 架子开始搭到这边了 还是搭架子 立袋的话也立到这了 小鸡在倒腾袋子 把这个袋子在倒腾倒腾 是啊 小鸡骑着三车车又过来了 我们把下边的草呀 搞一些 把移到上面去 我先拉这个东西吧 把这拉走 把袋子拉走啊 袋子受走了 先沿这个边 把之前剪的袋子 用三车车都给拉走 中午了就该吃饭了 我的胳膊这个红布条也不带着 因为这个勒的都是 血尔都起来了 所以我就不带着 就这样 天然这样弯着 然后这个呢是柳草牙 那柳草牙抄的多好 柳草牙蘸酱 还炒了个鸡蛋 还有个红烧肉 二宝还给饭着纵 吃饭 到到到 吃完饭小鸡就开始整着袋子了 把袋子整出去 可以正常到 到 我大姐妹放学了 也过来帮忙干活了 我们俩在这拉袋子 其他人都已经下班了 小吉那又在把这个垃圾给收拾收拾 一天闲不住呀 各种活 好